我感觉进来看看野怪的 对 想绕一下野区 大家会直接撞到 下路Fnatic会先来的 他好像想蹲这个波比嘛 开动了 开动了 但是动不了 下路是支援不了 直接选择一打一 上来强打 波比惩剑回血 再减肥皂 往下拉开 那这样红一定是owner的了 是 没惩剑了 而且下路同步在换血的途中 没有办法支援野区啊 波比被弗烟哥一路追赶着 跑到了下路一塔 这一波的下野联动 T1做得非常好 想秒 开达不了 没闪现了 垂直给一勾 有人能救一下吗 Hadison也没死了 Kera这个位置 收掉了一个纳美 但自己要交代在这里 追身了 波比哥装了点吧 卡线 还在卡线 波比这一局目标很明确 哎呦 直接秒了 好帅 位移了一千码 直接单身了 E接狂风接Q接纳美的E 好帅的操作 这还来个坏的 炸一下你的心态 连人带buff跟E一起送走 带人有惩戒 是 呀 这不对了呀 这下不了 真的不对了 这游戏已经不对了 来看一下这波怎么杀的 W W中了 假装撤退 E狂风 E狂风Q 就这么丝滑 就这么丝滑 丝滑 丝滑 海里桑太开心了 海里桑被逮捕了 直接通关天灵 Wander还是给到了机会 嗯 嗯 有闪有闪有闪 但是海里桑这个风露的大招 那要死了可能 又给upset吗 就是后面都在闪现把人都吃了 其实感觉可以让给upset 稳一点都可以不交这个闪 对 这把这波他死完了 其实正常 哎 看一下闪现的100钩子勾住 都在找突破口 Wander又到了 要给周四让人头吗 让不了太远了 OK 这波也很帅 两边现在都逮捕到了对方那个薄弱的一环 是的 想尽可能把口子越撕越大 直接反向进攻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不能一位的防守 对T1来说 嗯 但现在认真来讲啊 剑魔打成这样要对不了线了 是的 厄非流斯可以站吃吃线的 他会难受 他这样是长手 对对 他还能摸摸兵线 但是剑魔已经是 一为一不太看得了 打不了对线了 那二先锋也被T1成功带走 走应该还是能走 哎 哇 好痛 等一下有点难受了 一技能一开预判Q的落点 但是并没有预判住以后周四拉开 但是还是一个戳掉了 冲完天灵直接拉开正面弹 别都没有留到 菲克尔这个位置被震起来 骑马拉狂风再来就差一枪登陆极限救助 他不再的闪现过来 但是菲克尔的道义还是拉回到了塔下 是的 但也很难分胜负啊 就打不起来 但这波看起来T1是想接的 而且确实能接 看一下阿卡丽来到正面以后的效果 在包了 先动Rizzo克嘛 Rizzo克是能跑的 他是直接把千德威给打断了 自己还被顶墙上了 二战认为是非常危险 交到直接的把大招灌出来 但是没机会交闪现 里哥进场了 但是被纳北的大招给冲到了 阿姆斯特往后撤退 但是里哥一个人把阿姆斯特给切掉了 这波切死AD非常的关键 西贵眼睛撒了个满的 但是飞轮的大招伤害并不是很高 里哥没有技能了 只能倒在这里 正面的话 阿姆斯特虽然叠满了飞轮 闪现泡泡 好自信的一个操作 但是有狂风直接躲开了 捡灯笼赶紧溜 有个沙皇塔一粒 视野一清啊 现在踢完怎么挤下半局啊 呃再等队友 这波等队友过来 有7P想要打的 但正面怎么留人呢 看上到大招过去 硬来一技能挂到了 但是没有队友能跟啊 这位置 硬上的话要被逼动的 自己可能要被秒了 不比大招还击飞一下 Owner 这个队友有点跟不上 一个勾到了Owner 大面开起来 先秒了个Owner 这波可以捡魂 捡起来的话 Owner还是很能打的 最后是开解自己 总是为了在追 大招斩过来 斩到两个人 打出上一弹没有死人 Razor也被留了下来 这个泡泡泡到飞着好 壁动了 换掉了 Owner还能捡魂 这里顾班尤斯也不敢 在这边打输出 Upset的战斗力非常的强 要逼团了 视野排排 一个提完过去 对 提完再聘大龙 就是这波你来了 就不打了 就打不完 对吧 你不来我就打到底了 但五千血多好 真是有机会的 这边反正锤走了 那这样大龙可能有了 能不能先杀Hallis 这其实杀Hallis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泡泡预判 但是被剑谋给斩断了 在顶墙动不了 武器可能要先倒 跳到空中被收集 给收集掉了 Razor还能追吗 被游民间龙给减速到了 王大还要继续往前 闪现就剑 闪现100 但是没人跟伤害 透发眼前站下来 没有战到人 这波团出大事情了 古马尤斯一个人的伤害 并不足以出两块面 任何的人 李哥被顶出来了 有一个侠阵 但侠阵护不了他 一辈子只能护一时 李哥开绕了 但正面的话 先拆高地 纳美大招已经交过了 这波好像 也没什么机会说实话 直接要锤走 拔高地塔了 这个锤还可以省下来 直接把人给赶走了 正面该怎么办呀 现在又捏下 宗斯这个位置 绕后其实也没什么危险 要杀后排 晕到了 但是有进化 就此这杯商要给灌死了 就此先倒的情况下 古马尤斯空向后撤队 这边这边还要继续吗 阿卡丽这一波 阴气的所有没有挂 都被神经给规避掉了 这边想要减魂 不用减钱 直接倒 这个团战催枯拉手 经济差太大了 古马最后的反抗 没有办法 他没有装备啊 那这样的话 粉兰提克乱拳打死老师诺 用一套卢纳 成功建立了前期的优势 这场比赛 带走的T1 恭喜粉兰提克 恭喜LEC 这全胜了 欧洲全胜 欧洲全胜了 直接拿下 哇 今天这个T1 这一把真的 前期ONOR那波 如果太迷茫了 换个说法 今天好像不仅这欧洲全胜 好像是LCK 卢纳受贷 是的 就他们只要碰到卢纳 就倒霉 对 就今天的卢纳 感觉发挥的 真的异常的好 就是第一轮 如果说是他对线打得好 第二轮 真的是Owner带着队伍 来了一波大的 那波给卢纤的节奏太多了 对 还是回到那个 那句话 他那波不死 反正提克被卡了两波 现在T1的塔下 就那波不死 粉兰提克下路有点小川 是的 对